大家好 歡迎來到傳說老人的傳說對決 我是拉爾夫 今天為大家帶來的是安奈特 他在信耀場最後的一場中路的表現 這一季打起來其實拉爾夫中間有很多時間 其實沒有太多時間可以打 常常有時候一天只打了一場或是兩場 所以我到現在我總共打了一百三十幾場 因為每季這幾季下來 拉爾夫每次都是在上了戰場之後就沒什麼在打排位賽 所以我的星數大概都是在十星以內 有可能六七星這樣很少 所以我們每次開季之後 我們大概都是在鑽石二的場次 所以基本上我們要打到戰場傳說的話 我們大概需要有三十五場的聖 聖場要比敗場大概要多三十五場 但是因為我們還會有敗方加星卡 還有就是我們打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還有打輸的時候可以保護星星的提示下來 其實實際上也沒有到那麼多啦 我們的聖場的場聖也沒有一定要到那麼多 那拉爾夫的解讀通常都會覺得說 我們在寂寞的時候 那個有很多的那個能力比較厲害的 通常他可能已經都打到戰場了 還有就是呢或是打到有璀璨 所以越到寂寞其實我們那個 那個隊員還有對手的這個能力 通常會比較平均一點 因為在開季的時候 你那些牛鬼蛇神啊 那個SS的也會跟你不小心跟你排在一起 在星耀啦 或者是說呢那個之前的錘燦的啊 好也會 同時呢也有可能說 我們雖然打到戰場 在開季的時候可能還會跟 原本只打到鑽石的齁 湊在一起 這個部分 所以在開氣的時候 我們通常隊友以及對手的 數值他的落差會相對大 拉夫這場 是選到 中路 為什麼會選阿奈特 其實 我也不太記得 那時候為什麼會選阿奈特 但是 當我選的時候 我算是比較前面選的 選了之後 對手選出 莫托斯還有 戰尼爾 這兩個坦克 阿奈特都不太好打 所以阿奈特對 對於這種坦克的角色 我們要靠的就是隊友 剛才本來想說 慢一點再用瞬移 結果慢用瞬移的狀況 就是剩下這麼少血瞬移還是用掉了 那真的是 有時候留著 真的是不需要留的太那個 不然的話就 你看這樣 然後這邊阿 拉夫是想要說 把那個炮瓶清掉 結果送了一顆頭 那可是實際上 我在回來看的時候 其實沒有必要 因為我後面放的那個風阿 根本都沒有打到那個 那個炮車 那台炮車 那我們這邊呢 進去對方的這個藍區 現在就被圍了 三個人被那個 四個五個圍了 那我們有把那個 蘿兒收掉 可是呢 我們的隊友 一個一個就死掉了 然後 後面 那後面哥德爾死掉 這個我其實不是不想去包 因為我想說來中路這邊 救一下中路這個塔 因為感覺好像被太亞拆掉 可是來的呢 還沒有什麼太大效果 還是一樣死掉 那 我在這場在玩的時候 就常常覺得說 哇這個星葵好 好厲害喔 那剛好有一個大腿可以 那個靠阿 但實際上 我當 事後再去看這個影片的時候 其實 星葵他大概就是 屬於那種比較慢進場 那 對手 比較殘血的時候 他就進去去收頭比較多 但是他一開始的時候是 對方滿血的時候 他就開始進場 那把對方給收拾掉的這種狀況 那 你說星葵 我看了之後呢 覺得星葵差嗎 其實也沒有啦 只是說 一開始覺得那個星葵的那個強度 跟印象中的強度 強太多 但 我們也必須說 這一場的那個 我們雙方的 角色選角來講 我們真的還得需要靠星葵 因為這兩個坦克這個很難切 好 那 當然輸到後期 他用普攻的模式 也可以切這些坦 但也相對是慢一點 好 那我們這邊 我們的那個葉娜 好兇猛喔 一個人包五個 欸 包三個 說錯了 一個人包三個 那 差一點死掉 那我們那時候給他一個護盾之後呢 救活他 結果沒想到你看 他後面又死掉了 為什麼 因為他忘記說 蘿兒的那個法陣啊 消掉了時候 他還是會給一個印記 那如果你印記到到達某個程度的時候 會爆掉 爆掉就 會有傷害 他已經快沒有血了 還在那個蘿兒的那個大招範圍裡面 那 回程啦 所以被爆到死掉 那我們這邊 也跟著送頭 我會覺得 那時候覺得說 欸 星葵很厲害的地方就在這裡 因為 每當我送頭 星葵總是能夠來後面 幫我收拾殘局 其實我覺得這也是一種能力啦 雖然說我後面再看 算是復盤之後呢 我並不覺得說他好像特別的強 可是 他總是能夠抓到這個地方 那這裡 我就可以看到 這個蘿啊 你看一直在打這個坦克 我們 我們還沒有把對方的軟皮 解決到之前 其實真的盡量先不要打這些坦克 不然的話 你花了很多招式在那裡 然後等對方的軟皮進來的時候 我們就進入CD 那我們就更難打這些那個 欸 對方的這些軟皮 那很快就會被收掉 所以其實 我覺得我們的隊友齁 你看喔 我們都已經快要進戰場了 齁 也就是說這些隊友很可能都是 大概新腰衣或是在戰場的這個等級 裡面還是有很多他打 他就只會打靜靜的 他不會想說先 針對這個軟皮先打 好 那我們 呃 玩輔助的齁 我們當然就只能在這個 範圍裡面齁 盡量去找說我們有誰配合 然後 該怎麼樣 會有比較好的效益 其實拉夫一直覺得說 輔助這個位置齁 欸 不是那麼好玩 不是嘛 但是 嗯 因為人老了齁 反應慢 我們大概也只能找這個位置玩 好 所以 呃 我們到現在齁 還能夠打到說 打到戰場傳說齁 其實 呃 主要來講就是因為我們用觀念齁 以及說我們的一個角色 那我們想辦法去配合隊友 當然 有時候你隊友不夠強的時候呢 我們就沒有辦法了嘛 齁 那我們這場呢 打到這邊了齁 那 那我跟哥德爾在前面一直在打那個 清那個兵 就是希望說讓我們的隊友 有時間去吃這個凱撒 那 終於呢 我們把這個凱撒吃掉之後呢 好 我們就要開始進入了最後一波啦 那 呃 我們這邊啊 現在因為對方只剩下兩個塔 那我們這邊齁 四個人集結在這裡 那星葵在後面 那 呃 對方主要來講就是清艷會往前面衝啊 還有那個戰尼爾 齁 因為這個清戰組合是蠻兇的齁 那 我們那個星葵在過來之後呢 我們就 因為有那個 呃 凱撒之力的buff啦 所以我們算是 欸 還蠻簡單的齁 就把 對方換了一個那個 呃 靈幻式 但是呢 這邊不知道為什麼齁 我們到後面的時候啊 那個哥德爾一直在嗆這個書啊 其實我覺得沒有必要啊 你嗆了又怎麼樣 那 你嗆了下一場又不會跟他同一隊 好那 真的沒有必要 搞壞這種情境 那如果真的 弄得大家有些人不爽了 又掛在那邊掛機 那其實我們根本就沒有這個機會在贏了齁 那也會增加 就算有機會贏啦 也是增加我們這個 這場的難度 如果說真的喜歡 啊 想要贏齁 如果真的是想贏的話 真的齁 就是勸大家喔 不要那麼愛嘴巴 因為你光是花時間打在嘴巴 說不定你更快的 就會解決掉這一場 呃 排位賽這樣子 最後呢我是拉阿夫齁 也祝大家都能夠順利的齁 達到你們想要的一個位置齁 拜拜